Mala他某位家人或者是祖先 就是蜘蛛人吳家日裡面提到的 克里人沉睡特務呢 為什麼驚奇隊長會突然間變成像名人一樣的角色 旁邊難道有記者嗎 一定有記者 旁邊應該是有記者 會事後訪問啦 對 超不重要的小戲 歡迎來到八八眼就是John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驚奇少女最新的預告片已經上了 不知道大家看過了沒有 我只是想說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他雖然是一個比較新的漫文英雄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個英雄是誰 然後分析他的預告片 當然還是要給大家一個爆雷錦 因為接下來我們的分析會提到很多漫畫相關的故事還有事件 所以非常有可能會在影集裡面演出來 如果不想要被爆雷的朋友看到這裡就好了 可以去看我們其他的影片 在我們頻道都有喔 其他的就是 來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我們會用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電影細節還有彩蛋 特別是迪士尼漫威跟DC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都歡迎訂閱我們 片尾也會有真面大樹 討論人生的觀念影片 喜歡的話都歡迎進階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就這樣 讓我們一起變得更正面吧 漫威最新影集 驚奇少女 預計要在6月8號上線 其實這個影集原本是計畫在2021年年底就會出現了 但是隨著奇異博士2的延期 驚奇少女也被延到了6月 推測這個延期是因為 他們把他力量呈現方式 看起來不太一樣 看起來蠻酷的對不對 外加說不定他們會提到一些奇異博士2之後 一些世界觀啊 或是之後的改變 這不太正面 所以才要延期到6月8號才上線 那我們在分析預告片之前呢 先來介紹一下驚奇少女到底是誰 我一個超級英雄 Kamada Khan第一次露臉是在2013年的驚奇隊長漫畫 然後一直到2014年的All New Marvel Now 才被介紹是驚奇少女 Kamada Khan是在美國紐約西長大的巴基斯坦女孩 漫畫第一次出現是在16歲 因為自己家族有藝人族基因的關係 在一次意外中得到了可以改變身體外型的能力 其實他的能力非常特別 他的身體細胞可以穿越時空 就像自己的身體是一台時光機一樣 可以自由的使用自己不同時間線的身體 導致他可以改變外型 我知道這聽起來超級奇怪 你只要想像他是魯夫就好了 然後因為他非常崇拜驚奇隊長 所以當他剛得到力量的時候 就變成驚奇隊長的外型 之後就繼承了Miss Marvel這個名字 順便一提 你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叫做Kamada嗎 那Kamada在阿拉伯文是代表著完美的意思 所以如果真的要翻譯的話 他名字叫做完美啦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到預告片分析 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Kamada真的是一位超級英雄迷 自己的筆記本也有畫 下面還有自己記著要去學開車的駕駛課 那在New Jersey 16歲就可以開車了 所以推測這個時候他應該是16歲 我那一年是在Kamada是15歲 蛤 所以我15歲 對對我15歲就可以學開車 可是要到16歲才可以考駕照 可是現在法律改了就是16歲才可以學開車 然後考駕照 對然後考駕照 所以這個年紀設定的就跟漫畫一模一樣 他一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是16歲 那除了蟻人之外 之後也有看到Kamada的衣服上 有黃蜂女 驚奇隊長還有女武神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位驚奇隊長應該是在2018年 尚洛斯第一次彈指後回到地球的服裝 因為在終局之戰彈指了5年後 他的制服的顏色 從原本的上紅下藍變成了上藍下紅 所以非常好奇那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驚奇隊長會突然間變成像名人一樣的角色 他們有聚在一起的時候應該是最後就是在2023年 跟尚洛斯大舵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應該沒有人記載吧 旁邊難道有記者 一定有記者 旁邊應該是有記者 會事後訪問 對 超不重要的小細節 是超不重要的小細節 然後Sherry就出現 登登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就歡迎訂閱我們 回到預告 那在預告片裡面呢 Kamada Khan給我們一個非常漫畫系的感覺 因為 Kamada就是充滿想像力的女孩 當我們看到預告片裡面他穿著驚奇隊長龐克頭版的制服時 都是他自己的幻想還有之後的cosplay 他真正得到的力量變成英雄的時候 是他之後戴著眼罩的樣子 那那個時候的制服跟漫畫裡面的造型是一模一樣的 他自己做的 呃 在漫畫裡面他可以改變他的外型 所以連衣服都可以 對 連衣服都可以 在漫畫裡面這樣 可是我不確定影期會怎麼演 繼續預告片 Kamada身邊的朋友都跟漫畫中一樣 他的兩位好友分別是Nakia跟Bruno 不要說Bruno 然後在學校笑他名字的那一位叫做Zoe Zimmer 雖然他是一位比較像是在學校霸凌Kamada的角色 但是他在漫畫中也是驚奇少女得到力量之後 第一位拯救的人 所以對他來說意義很大 因為他救了一個之前霸凌他的人 然後也因為這件事情讓他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位英雄 她覺得我是一個奇怪的 你是一個奇怪的 那這位裸男帥哥叫做Cameron 是他暗戀的對象 我們也有在他做英雄白日夢的時候看到 那時候他有幻想自己是英雄然後被帥哥盜嘴 年輕的時候真的會做這種 算我其實最近也是會 但有個小爆雷 在漫畫中Cameron不是什麼好東西 最後跟很多校園故事一樣 Kamada會發現身邊的工具人死黨好友才是真正的真愛 小朋友的故事 對啊 誰愛誰怪 對啊這完全 真的耶 我跟你講年紀比較大了以後很多東西會砍蛋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就是年輕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看外表 就是啊帥哥美女然後就是 長大了以後真的就會發現說天啊 那內在比較重要一點 嘿 已經好了嗎 真的嗎 再來我們在預告片裡面看到 他拿到手環之後得到了超能力 那從影片看來這一次 Kamada Khan的超能力會跟漫畫不太一樣 因為在漫畫中他就跟魯夫一樣 直接能夠改變身體 沒有紫色的光在身上 但從預告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當他的身體在變長的時候都會有紫色的光芒 然後我沒有發現 在台灣版的預告片 他的中文字母跟英文版的意思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cosmic的意思呢 就是宇宙 就是說這個感覺怎麼樣 說宇宙的能量 這個力量是從宇宙來的 有宇宙的感覺 但是他的中文字母就寫說超厲害 這樣 那個意思有點偏調 我要去cosmic也不能這樣子 只能用space 很怪齁 cosmic 為什麼我感覺cosmic 不行啊 那cosmic是比較用 cosmic是在形容 就形容 就是宇宙的力量 或是宇宙 通常都是宇宙的力量 那漫威有提到 這次的驚奇少女會跟驚奇隊長 還有光澤能量比較類似 這樣子比較好能夠帶入驚奇隊長2的電影 所以說漫畫裡面 他是藝人族這個設定說不定會被拿掉 其實拿掉也好啊 因為這樣子漫威就不用再解釋 之前的那個藝人族影集了 但是說不定 Kamada他得到力量的方式呢 會跟克里仁有關 因為驚奇隊長他得到力量的時候也是跟克里仁有關 會說到克里仁呢 是因為在漫畫中 藝人族就是克里仁在研究地球人類的時候 製造出來的強化士兵 但是呢在很久以前 那這些人的超能力要啟動的話 需要靠著是 泰瑞根之物 Telligent Mist來啟動 簡單來說呢就是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當克里仁有幫我們人類做實驗的時候 他有把一個基因塞到某一些人的身體裡面 然後這些人只要被這個煙霧碰到以後呢 他就會有超能力 預告片中我們有看到類似的煙霧畫面 但跟剛剛解釋一樣就是 他比較像是漫畫中的彩蛋 但其實真正發生的事情就是他戴到手環以後 那個手環改變了他的體質 然後得到力量以後他就會變昏倒 讓他看到幻象之類的 先不管那個手環是幹嘛的 真正的問題就是這個手環到底是哪裡來的 有沒有可能這個手環是克里仁在地球上留下來的古物 又有沒有可能Kamada他某位家人或者是祖先 就是蜘蛛人吳家日裡面提到的 克里仁沉睡特務呢 應該會是有類似的設定吧 因為他戴到那個手環的時候呢 他不是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看到很多紫色的東西吧 那些人看起來比較像外星人 所以說不定他得到力量以後他就知道說 地球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外星人 或是他戴到這個手環之後他就看到 這手環之前過去的記憶 那個克里仁沉睡特務是在方法裡有什麼東西嗎 沒有克里仁沉睡特務其實就是藝人族 所以藝人族有幫神盾局工作過 神盾局的影集 就是主角後來被發現是藝人族 但是又跟藝人族影集沒有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就超亂 然後亂到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就是藝人族被拋棄了 然後神盾局可能也是因為演得太猖狂了 所以就被也被拋棄了 不然神盾局其實第一季第二季 要說是正實的話還OK 再來我們要提到另外的彩蛋 就是我們有看到驚奇少女 在跟某位紅色圍巾男對打 這名角色的名字叫做紅色匕首 Red Dagger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Karim 那Karim是Kamala的表哥 在巴基斯坦的英雄 漫畫中他有來過美國做交換學生 影集應該也會有類似的劇情 不然就是Kamala回到巴基斯坦的時候 認識了這位紅色匕首Red Dagger吧 那預告片分析的最後呢 我們就來討論這一次的影集 反派到底會是誰 那從畫面裡面看起來應該就是這一群 穿著西裝的人 這些人應該會是政府相關的人物 之前就有傳聞說 這一次驚奇少女也會觸碰到一些 美國外籍人士碰到的問題 然後這些政府的人叫做NICE 但是他們沒有很NICE 那爆料網站JustJard 他也有釋出了這張照片 所以應該真的會是NICE 那我們推測這個政府機構呢 會跟獵鷹與酷寒戰士裡面的 政府組織GRC 或者是汪達幻次裡面的天劍局有點像 就專門來找影集主角們麻煩的政府機構 而且那些主角通常都是影集的名字 那在傳聞中的另外一組反派 應該會是Clandestine 他們在漫畫中雖然說後來變成英雄 但是在這邊可能會是反派 他們也是擁有藝人族力量的組織 之前的爆料有提到 他們發現Kamala的超能力之後 希望Kamala可以加入他們的組織 但我不曉得會那麼簡單 就是一個政府組織 跟一個有超能力的組織想要拉他進去 就這樣子而已嘛 應該會更複雜一點 因為在漫畫中他一開始暗戀的Kamarin 後來也有被啟動一人族的超能力 還跟其他的反派合作 然後騙了Kamala 所以說不定在這個影集裡面 背後還會有其他的超能力惡事力在導彈吧 這一幕跟漫畫一模一樣 非常Kamala的還原漫畫裡面的場景 好啦今天非常Kamala 你覺得驚奇少女之後會因為什麼原因 然後需要跟驚奇隊長合作呢 驚奇隊長有沒有可能客串這部影集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的發發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的朋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歡迎來到正面大叔 正面基督 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就是在驚奇少女裡面 我們的那個預告片裡面 不是看到她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幻想那些有的沒的 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普通的時候 真的都是有滿滿的幻想 就是想像力很豐富 什麼都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隨著年紀還有社會的磨練 還有一些規則跟經驗之後 你就會發現很多東西 你其實都不會不太敢去想 或者是不會讓自己去自由的想像 然後就這樣不行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之前我在比較努力的想要去學習 怎麼正面的時候 我也會逼自己說 不要去想負面的事情 因為這不好 然後我怎麼可能會有 我怎麼可以有這種想法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就會變得很 就自我責怪蠻多的 然後有罪惡感有挫折感那些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放鬆就好了 我可以建議大家就是 第一個就是想像力這種東西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大腦非常的厲害 有的時候真的是可以讓他去想 可是要限制他就是說 我可能在發想的階段的時候 我要學會讓自己的大腦整個去放鬆 然後去想各種可能 各種東西 這樣子你在發想的階段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到比較多豐富的點子 因為這樣子所以我一般的時候 我也會讓我自己大腦就是到處亂想 這個蠻重要的 不要逼自己 不要說因為我已經 可能我現在已經30 30快37了嘛 我就不可以想一些很幼稚的事情 我就不可以想我現在 如果是超級英雄怎麼辦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還是要想 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想像力豐富 加上開心赤子之心 其實全部都是在這邊的 我不可以因為我今天幾歲 或是我的身份 我是一個做主管的 我不可以這樣子 我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你其實會過得蠻痛苦的 不是說我們有負面的想法 就是不對的 其實各種想法都OK 但是你不要被他影響了 意思就是說 不要被一個負面的想法 牽著鼻子走 或者是影響到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過馬路的時候 差點被車撞 然後會有負面的想法對不對 那他不應該讓我帶回來公司 然後在工作的時候也變得很負面 其實負面的想法它本身就只是一個想法而已 就像我們在看恐怖片一樣 看完了不要帶走 不要帶著走 不要讓它影響到我們的人生 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只是想跟你講說 有負面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不要因為你有負面想法 就覺得你自己是一個不好的人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代表你是什麼樣的人 而是你做了什麼 才代表你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你想法很豐富 但是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你就是一個沒有辦法做事的人 如果你想法都很好 但是你會被你的負面想法牽著走 然後導致你去做一些負面的事情 你就是一個負面的人 你的想法都是OK的 而是你做什麼事情 才是真正的你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喜歡這類的話題 都歡迎訂閱我的個人頻道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